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有智者是敬成,破釜陈州,百二秦关中属楚。 这句说的就是西楚霸王项羽赤死决战,勇往直前,最终带领将士推翻了秦朝。 虽成王败寇,最终项羽输掉了楚汉之争。 但项羽在我们心中依旧是无比神勇的存在。 项羽的失败并不止因败在该下,而是他性格上本身就有不小的缺陷。 异空有目标,缺乏陈殿书足以尽明性而已。 见义人敌,不足学,学万人敌。 这是史记项羽本季中项羽自己说的话。 他幼时学读书,没学成就不学了。 学建树,也没学成。 于是项羽对他很生气,可他却有自己的理由。 他认为写字只会写写名字就好了,而建树只能和一人交战,不值得学,要学就学能抵抗万人的。 于是项羽教他兵法,可他刚懂一点大意,却又不学了。 可以看出项羽志向非常大,年纪轻轻就想有大作为。 但他太毛躁了,只想一步登天,却忽视前妻的铺垫。 在我们生活中,也不乏这样的人,在学习上,只想追求成绩,却不注重基础的夯实。 在工作上,空有远大的目标,却在小事上草草敷衍,所以处汉争霸之间,像雨屡屡大破刘邦,但始终无法击溃,反而自己的后方越来越空虚。 二目空一切,傲慢自大鸿门宴本是一个故事,现在成为了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的统称。 这是刘邦一生中最凶险的一场饭局,也是项羽一生中最容。 一杀掉刘邦的时刻,结局我们都知道,项羽没有下手。 关于原因,众说纷纭。 但我觉得,所有原因归结到一起,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项羽觉得刘邦不如自己,不足为据。 项羽认为,刘邦一时不如自己强势,永远也就不如自己强势。 所以,他不屑于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,其实这是没错的。 但他对刘邦没什么戒心,目光短浅,只觉自己强大。 相反亚富泛增的目光就非常老辣,早早预言,哎,数。 子不足与谋。 夺向王天下者,必配功也。 无属今为之如矣。 这样的人,现代生活中也不少。 他们认为自己一时强过别人,别人就永远弱于他们,却忽视事物是变化发展的。 哪怕你不退步,或原地踏步,甚至进步的幅度没有别人大,就很快会被别人超越。 三多一多思,不懂信任项羽是一位战士,是将领,是冲锋在前线的。 而作战计划,都是要有谋士来规划考虑的。 范增是项羽阵营第一谋士。 他年于七十,足至多谋,最重要的是他对项羽非常忠心。 项羽与他关系也非常好,情同父子,称他为亚父,可项羽性格多疑,居然连范增都不放心。 公元前204年初,储君数次切断汉君良道,刘邦被困盈阳,于是向项羽请和。 向羽打算同意,但范增制止了他。 于是向羽与范增急功盈阳。 刘邦的谋士陈平,抓住了向羽多疑的性格。 向羽的使者嫌去,刘邦叫人准备丰盈席,捧着佳瑶。 正要进宪,细看使者,故意假装惊讶地说,我们以为是亚父的使者,没想到却是向王的使者。 便更换佳肴,改以粗食供项羽的使者吃。 使者回来报告项羽,项羽就怀疑范增与刘邦爱自由往来,逐渐夺取范增权利。 如此粗糙简单的离间计,项羽宁可相信刘邦也不相信亚父,可见他多疑到了极点。 最后犯增辞规,项羽集团的计谋越发匮乏。 轻信别人的确有危险,但不给亲近之人信任更适。 如履薄冰。 其实,项羽最主要的缺陷不在性格本身,而在于他的性格都太过火了。 善度的人若能把极度转化为动力,便有了不断进步的能量。 懦弱的人虽胆小,但处事谨慎,不会出差错。 项羽有远大的目标,这很可贵,但若能脚踏实地,便不会轻易被击败。 他目空一切,若能稍稍正是自己,正是别人,自大就会转换为自信,同样是优秀的性格。 他多疑多思,这说明他不是莽夫,有自己的思。 考判断,但更应思虑周全,不该轻信他人,怀疑自己人。 到底,项羽失败了。 可他的霸气,勇猛,依旧传扬到了今天。 西楚霸王也成了历史上典型的勇武人物。 生当作人杰,死一为鬼雄。 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